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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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事多墨 就算折磨 磨出了花火 造花弄人 就算被弄 弄出个结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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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作为演员 作为主持人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佼佼 跟在这张专辑里的那个佼佼 表情是很不一样的 很多地方其实你可以唱得更洒沟穴 或者更表演一些 但是我感觉你这次刻意的 不要用那样的方式唱 是 完全是被你看穿了 确实是必须做一个区隔 因为我想我为什么会等那么久 有一部分是个性使然 假设如果要给我一些很喧闹的歌 或者所谓洗脑的歌 我未必会想出专辑 我宁可会放弃或等 因此三十年的所谓的出道 然后等到这样专辑 有一部分就是过去有过这样子的抉择 那我当然也尝试过 比如说两千年的爱切头 他就很表演 他就非常的综艺 回过头我都很害怕那首歌 因为那跟我下班之后 所听的音乐 是我自己向往的 不管是老派也好 或各种爵士也好 完全不搭 可是偏偏我们在舞台上 就像刚刚马芳提到的那一个形象 有一点根深蒂固 所以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沉淀 等待 那么进录音室的时候 我也可以比较做自己了 我不用服务别人了 因此确实在很多的表现手法上 会更加的贴近生活或者是自己 是 你出道是1988年 那年17岁 16、17岁吧 16哦 16岁 我是1972年 对 16岁 我比你大一点点 我1971年 所以我们算同辈了 但是我出道比你晚一年 我18岁开始做广播 所以去年2018是你进入演艺圈30年 今年是我做DJ30年 恭喜恭喜 我们出道都稍微早一点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屡屡的有机会开案 做一张自己的专辑 中间也录过一些东西 但是都不是完整的作品 对 就是有的时候 我想可能马芳访问很多歌手 都有类似的故事 他们在一开始做第一张专辑 第二张专辑 其实都是听命于老板 或者是受限于制作人的要求 那我呢 也有过这样的资历 我去唱一些很励志 很嗨 或者是很什么的歌 确实都是被order的 那个时代我也OK 我也很享受 可是平良音说 那是不是我要的 真的不是 那些状态比较像是 你作为一个演艺人的角色设定 表演 对 算是表演的一部分 那当然那些歌 也还是有流传 也有一些 像我跟亮哥有一个作品 叫知己 其实还不错 可是那个时候 我自己也觉得没准备好 后来呢 无数次的开案 从飞碟唱片时期 开立唱片时期 小虎队时期 到彭先生走了 到陈志源老师走了 这段时间 我有太多感触 就是 我这些大师 曾经也为我设想过一些什么 是 可是我 舅舅姐姐 就这样子拖了三十年 然后他们都离开 终于等到一个 我认为是 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吧 也就 也就来了 老实讲 我几乎要放弃了 我觉得有些事情 不要强求吧 没想到 在你要放弃的时候 他就来了 之前三十年的时间里面 你最接近出片的是什么时候 我讲最近 应该讲说 上一次开案 是2017年 那个时候感觉是真的了 包括我们那些老同事 曾经参与过我第四次开案 第三次开案 又结案的老同事 还有 我记得有两位新同事 我没见过 年轻人 还有一位是关定 在这几年 我曾经跟他合作过左左右右的歌 还有一些公益的歌曲 我感觉这个阵容挺有趣的 老中青都到齐了 结果格格没多久 小杨姐说 风华要转手了 那次好接近 但是也非常的突然 结论竟然是 整个插门公司 我刚刚说 跟我开会那些人 全部被资钱 OK 很离奇 OK 白开了那个会 白开了 真的是梦一场 真的是梦一场 然后你也很惆怅 觉得说 当然我们的老板小杨姐 对这些员工的照顾都非常好 帮他们安排后路 可是你就会想说 天哪老天到底要 要折腾我到什么时候 连这些人都 是不是我害的呢 他们就被剪散了 对 假如我相信很多人碰到这个状况 应该心里就想算了 老天爷给我的讯息 就是不要做这件事 没错 不要勉强 当然私底下有一些遗憾 像我很多歌都是 我小时候就已经 自制专辑录过的 都在我的iPad里面 反复的会播放 我都把它数位化 等一下 我们倒带一下 你小时候的自制专辑 在你的宣传资料 有提到自制专辑这个事情 那是类比时代的事情 卡代时期 到DAT的时代 再到 已经进入数位了 就有一个流程 从一开始是卡代 对高 然后CD已经发明了 它就是我的半唱代 日本的半唱卡拉 所以那时候 等一下 日本的CD有附卡拉吗 有 卡代都有附 卡代里面会附 其实日本也是一样 他们就是从卡代时期 慢慢进化到CD 但是他们的单曲市场 很完整 所以他们的所谓的单曲卡代 也都会附半唱代 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然后开始自己录自己的歌词进去 然后到CD时代 到DAT时代 到我有一阵子的母代 是卡代 母代是卡代 然后后来母代变成DAT 后来甚至变MD 然后CD都有 反正就经历了一个流程 约莫是 我看看那个时间 是 我国中的时候吧 那就是1980年代的中后期 差不多1987左右 我做了第一张自制专辑 OK 那就是我们还在买录音带 然后唱片行李还在卖唱片的时候 就是一个交接的年代 交接的年代 然后我就好爱唱歌 数位时代到之后 我这些所谓的自制专辑 我就花了一点时间 全部转靠成 你到底历年做了多少自制专辑 十张 十张 OK 还有没有发表的 像你现在听到这首 就是我当年没有收录在自制专辑里 我的粉丝从来没听过 OK 类似这样的 其实你自己对自己想唱什么歌 就是你留给自己的 对 而不是留给那个演绎角色设定的歌 就是这种 你自己有很清楚的方向 对 当然我在玩自制专辑的过程 偶尔会有比较实验性的 比如说饶舌 OK 我曾经也在那个时代 就rap了那个歌 可是发自内心的 还是喜欢一些旋律 有旋律性 那放在iPod里面的用意 是因为我可以随身带着走 后来也放到云端 我常常在出差的过程里面 很忙碌 很累 那就想起自己到底 我到底年轻的时候 在追求的是什么 我就会play这些歌听 陪着我坐飞机干嘛的 所以就算不出片 老实讲也就算了 我就自己听一听 二十几年前的那个音档 也挺满足的 是 而且你知道 还有好多好棒的回忆 明天会更好 是我们那时候的经典 我曾经把同学找来家里面 就录明天会更好 你们自己复制一个版本 你两句他两句 自以为自己是王指雷 我黄音音飞玉清 那你唱谁那一part 我不记得 同时我是制作人 OK 同时我是配唱人 你是陈志远家李寿泉 我对 然后加罗大佑 我指挥大家 就是很好玩 就那个时代 我对音乐的那种向往 不只是向往 我还有行动力的 是是是 这个是好珍贵的回忆 对 说起来你在还没有进入演艺圈之前 是 未来你想象 你站上舞台是 也许应该要是一个歌手的身份 对 最早最早 或者是 或者是幕后的工作人员 或者做唱片工业的幕后工作 是的 好 这么些年 焦焦做的比较多的幕后的工作 是做歌词 写歌词 写了很多很多的歌词 对 好 这个部分待会再来多聊一些 刚才提到 我们现在背景播的这首歌 《再见过去》 就是在这张专辑制作过程里面 你发现还有一首 对 居然自己都忘了曾经录过的歌 就像我刚刚提到 他在那个时代 我还来不及收录在自制专辑 其实那是我第一次的梦醒 当我做完了最后一张自制专辑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差不多了 别再做了 因为再做好像也是枉然了 我曾经寄给李宗盛 曾经寄给很多唱片公司 是 最后他们只有来买我的歌词 没有来买我的歌声 明白明白 后来呢 我就把这些歌 尘封了 放在一个 我记得是一个保利笼的盒子 那个保利笼好像是哈根大字的 放冰淇淋的 对 我就回收 特别大的一个保利笼 然后呢 里面就有很多卡带 有一天呢 我在整理东西的时候 正适逢我收歌 少一首 我就想这卡带是什么 上面只写的四个字 林木甚美 然后再来就是A1 A2 A3 B1 B2 B3 打勾打叉打圈 我就play进去 那么就是这首歌 OK 然后我就发现 这歌词怎么适合 怎么好吻合 我此刻可以跟我女朋友说的话 但是我完全失忆 我不记得 我唱过这首歌 我也不知道 它是林木甚美的 哪一首原曲 我赶快把它录下来 然后听写那个歌词 发给我的企划说 请去查 看能不能买 就买到了 你那时候 等一下 你听到的那个东西 是你自己已经 录过的 而且词都写好了 对 就是A1 A 我A面可能录了十个版本 B面可能录了十个版本 我还挑过了 你还挑过了 只是那时候就没有 收录在我的自制专辑 也没有进入iPod 它完全是一个 被遗忘的孤儿 但它就这么神奇的 在那个moment出现了 我认为 假设它是三年前出现 或者是说 现在才出现 这个局就不一样了 很诡异 它自己出来找我的 然后成为我们当时的 最后一块拼图 因为这首歌 在日本流行歌史上也不红 没错 也没那么红 对 网路上也找不到 很难找它的资料 是的 但是那个时候 你就把这首歌给拔出来了 真的 它自己跳出来了 而且重点 这样还顺利买到了 对 所以你写这首歌的时间 你还能够比对的出来吗 约莫都是在 在二十几年前 其实很多歌 都是在 九零年代写的 包括那个时候 我 我自制专辑的频率 约莫大概就是 大概十个月出一张 十个月出一张 所以大概就在那十年里面 就是九一年到 约莫 九八九九五 就差不多快要放弃了 对 就大概就能了解 我跟你好险有写 林木盛美 不然我们大海捞针 要去哪里捞啊 要唱给那个App听 让他去辨认 我们还起码可以缩小范围 就这个原唱是林木盛美 所以真的有时候 不得不 不佩服自己一些 变态的坚持 这首歌原唱是 林木盛美的Goodbye 原曲来自1993年 过了25年 终于被佼佼顺利收录 到自己的个人传辑里面 这首歌再见过去 我们听听这首歌 回头来跟佼佼继续聊 有没有睡得好 有没有吃得饱 重要的工作 是否不小心知道 身体是否要 心情是好适早 世界末日前 难免有好多苦恼 但是你不用怕 我愿为你出发 过去自私的我 为你成长 我的过去 真正假假假的情 希望你不会再 意不要怀疑 因为我对你 因为我对你 感觉如此肯定 不必靠谱 我的关系 有没有睡得好 有没有吃得饱 重要的工作 我是否不小心知道 身体是否无恙 心情是好适早 世界末日前 难免有好多悲恼 但是你不用怕 我愿为你出发 过去自私的我 为你成长 有没有睡得好 有没有吃得饱 有没有吃得饱 重要的工作 重要的工作 是否不小心知道 身体是否无恙 心情是好适早 世界末日今 希望你别再烦恼 听见不同的文化 美好时刻要与你分享 阿里亚九六点三 对爱的渴望一天 潜伏一天 寂寞的尘埃飞满天 长路的包袱一年 终一年 等待的终点 忘不见 I see 明天就在眼前 积雪的星天 爱的过马下一个春天 I see 空下那么浓烈 心事交给谁 给谁 为爱可以不眠 可以不累 可以不远 难道问题在握 我 要求比别人多 要求比别人多 被爱 一再打击 一再失去 想要自信 难道我条件都不够 我 对爱的渴望一天 对爱的渴望一天 等待的终点 等待的终点 忘不见 I see 明天就在眼前 积雪的星天 爱的过马下一个春天 I see 你 空下那么浓烈 心事交给谁 给谁 为爱可以不眠 可以不累 可以不远 难道问题在握 要求比别人多 被爱 一再打击 一再失去 生了自信 难道我条件都不够 不够 为爱可以不眠 可以不累 可以不远 难道问题在握 要求比别人多 被爱 一再打击 一再失去 生了自信 难道我条件 都不够 这首歌叫做 渴望来自黄子娇的新专辑 Life and Life 这个专辑的名称有两种不同的念法 这个活着的话是live 现场的话是live 比较接近我的工作吧 比较接近的工作 因为我常常在做直播嘛 那常常去看live的演唱会 现场与人生 对对对 就是人生就像是一个现场 是不能重来的 可不是吗 好 刚刚听到渴望这首歌 它的原曲是中山美岁 1990年的Mindnight Taxi 所以背景也顺便听一下原曲 特别喜欢它的口琴 是是 然后刚才这个佼佼的版本里面 有黄冠龙非常好的吉他solo 本来你知道吗 我我我我其实在最早的时候 我每一首歌因为它都有原型 对对对 我跟所有的编曲老师大概提说 如果可以不要变动的话 我希望是中原位的 OK 包括它的口琴 我都想去学那个口琴 哦哦 但后来我又认为不要那么的gain 因为我是唱片新人 哦 有些地方还是要尊重一下专业 所以你们会听到 像现在这个original的版本 跟我的渴望是编曲截然大不同 非常不一样 但是再进过去呢 就跟林沐盛美的很差不多 啊哈 大概就是有两种的选择吧 对对对 工程竞香那个也很像 对对对对 连吉他solo都 都要跟着原来的走 只是变短 对对 工程竞香那个原曲六分多钟啊 把我们的老师都崩溃了 嗯 刚我们聊到这张专辑得来不易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等了三十年 不过还是要恭喜你 这张专辑虽然熬了三十年 但终于出版之后 是 反应很好 谢谢谢谢 对真的就是各大排行榜 谢谢谢谢 大家都非常支持 可能也是朋友多了 然后然后真的是一种 怎么讲呢 差异性吧 差异性 当你在唱片行或是电台 或是数位平台听的时候 嗯 我想做一个比较有有有差异化的作品 比如说大家都在做EDM 嗯 现在几乎每一张专辑可能都要有格大为 都要有陈建奇 或者是 某种trap的曲风 ok 我都没有 所以这就是差异化呀 对我在听的时候就在想 会买这样的一张专辑的人 大概会是什么样子 嗯 假如是你第一次开案要做的那个时代 嗯 那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面对的市场 没错 还有那个时候我们这一代的人 那时候都二十多岁 对 那个时候如果我查到最早的文献 是93年 1993年 可能要做第一张专辑 嗯 那个时代呢 这么讲好了 唱片太好卖了 嗯嗯嗯 不管我做的是我想做的 对 或者是市场想听的 是 可能都是五万张起跳 至少 五万张算是不太行的 起跳 对 就一般的 对 五万张都算是弱的 就出了五万张新人可能没有下一张哦 对对对 那个时代 那那那个时候包括连出书也是 哇 都是几万本在刷的 书比较没那么好卖啦 对对 我有卖过啦 五万本 那是你啦 那是你啦 反正那个时代呢可能会卖的挺好的 嗯嗯嗯嗯 可是就就就就如同我前面讲的 也许不是我想要的专辑面貌嗯嗯 所以我我其实这阵子反复在在思考嗯 到底这个所谓的等待值不值的哦 如果我那个时候就做了嗯 我妥协嗯嗯 我可能到现在有十张专辑八张专辑九首代表作 我可以办怀旧演唱会 像曹兰若坚出来办一个live 我觉得也许有人会来听的呢 会会会 哦之类的 嗯 因此 哎我我讲这个反正就让天 天意去决定吧 我也我也不可能时光倒流 对啊对啊 当初没有做那样的事情 当然有有主观的原因 有被关的被被动的原因 对 呃不过现在进入中年嗯 做出这么一张专辑嗯 它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岁数的听众对 情感需求 对这个也是我刚刚讲差异化的一部分嗯 我自己跟马芳一样我们听了太多歌了嗯 后来我呢我个人是发现适合我的越来越少哦 嗯嗯嗯 有些很潮嗯 有些很潮 哈哈哈哈 那我这个年纪或是跟我们同一个年纪的人嗯 嗯嗯嗯嗯嗯 可能更回味的是陈淑华的旋律 嗯嗯嗯嗯嗯嗯嗯 那些时代的歌词嗯 简单直白像说话一样 对 有没有睡得好有没有吃得饱 对 你说他简单是简单 你说他难也难呢 是 像李宗盛有很多歌真的像说话一样 是 可是排列组合他可以 他写得出来嗯嗯嗯 那些都是我当年特别景仰的嗯嗯嗯 没有什么过多的呃文青游戏啊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我我我觉得我不要管那些 我就做我想做的事吧嗯嗯嗯嗯 所以那个时代的歌词到此刻2018年2019才问世嗯嗯 我們改的变动的字数嗯嗯嗯嗯嗯嗯嗯的 κ Shooting's 거来自90年代 大概只改了五六个字而已OK 整张 比如说像雄雄雄吉以来删掉了两个字 哦哦 为了让他对账更漂亮哦 嗯嗯嗯嗯嗯嗯 所以我把 Yugo 两个字删掉哦 就在某一句哦 哦哦哦哦哦哦 looking 那比较像虚词 对不对 internally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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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或者是呃 呃有些地方像Perfect Life嗯嗯嗯嗯 那因为我是男生嘛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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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唱将来有个perfect wife 那也押韵 对对对 当然还是要押韵 非常好 最早最早找你写歌词的人 是台正肖找你帮他旗下的新人 谢词 那个新人叫钟翰良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Oh my god 90年代 确实的时间我有点忘记了 但是我很感谢台正肖 因为我们两个特别有缘 在1989年 我们公司出了一张合集 叫夏立明 当时他是新人 我是新人 我跟我的兄弟们 帅哥综艺团唱了一首电影主题歌 他也是出世音题 从摇滚比赛 然后被他们公司拔拙 单飞 包装成一个奶油小生 混在我们里面 红孩儿 帅哥综艺团 铁织女 还有亚护的长官Ross 有有有 邹开莲 有有有 排阵销在里面 你知道我们的缘分就这么绝 结果他成功了 然后甚至签下了钟翰良 他知道我做专辑写歌词 所以我第一首真正卖掉的 就是钟翰良的《风吹翰良》 后来又卖了第二首 就是现在这条同学会 所以他等于跟我买了两次歌 是是我们现在背景听到就是钟翰良的原唱版本的同学会 我们听一下下钟翰良的原唱 好啊 然后听听佼佼在多年之后重新诠释这首当年写的歌 我们听听看这个是钟翰良的 对 陈子宏老师的曲 原唱版本的同学会 对 陈子宏的曲 黄子椒的词 可是那时候的编曲还蛮吵的 还有这些音心笑 是 看看现在每一天都要努力冲向前 九首二日终生可以相约见面 记得当年我们哪里相说不定 如今Jack有孩子结了婚 Rose can破红尘 我的同学不再是同学 是孩子的爹 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 反复吃喝拉撒谁 飘奔忙着拍广告 Amy推小猫拍表 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 只有老师没改变 Amy推销猫拍表 这好有时代感 里面真的好有时代感 你知道我写了很多英文名字吗 是是是 比如说Jack跟Rose 为什么有这个配对 因为铁达尼 因为当时的铁达尼 还有Cole G 用半手机搭配Cole G 那个时候也是时代交换的免贷 对对对没错 对啊流行的英文名字 也是反映时代的气质 这个跟我可能小时候成长背景有点关系 我在某一个年岁的时候 被父亲应试转学到外国人的幼稚园 然后我念了大班 还记得是菲律宾国籍的老师 在天母 每天要坐好长的娃娃车 从名声东路坐娃娃车到天母 中山北路七段 我都记得那个洋房 也是在那个路程上 我脑海中有流行歌曲的第一次记忆 吹台精的爱神 到了小一的时候 继续念那个什么道明学校 你知道大直有一个 有的有的 我后来受不了了 我英文我真的不行 可是我脑中就开始有很多英文名字 那个时代你就得要 所以我当年在写这个歌的时候 就故意 全部是Amy啊 Samuel啊 Kevin 然后直入一个铁达尼浩的男女主角 没错没错 特别好玩 对 这首歌同学会 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感受 那么当然 经过这么多年 重新再唱这首歌 心情不一样了 所以唱的口气也要不一样了 这个时代的我们去参加同学会 就像刚刚马芳讲 那个豁达的感觉 或者说是 有点啼笑皆非咯 就他在卖帽牌表 今天也OK了 那是他的人生嘛 就没有什么好 有人看破恒尘了 恭喜你 而且想开了也不错 然后是比较正能量 曲调有一点欢愉 但其实歌词是惆怅的 有一点惆怅的 有点自嘲 有点惆怅 但不要是单溺在惆怅的境界 并没有到悲伤的程度了 是的 是的 树起耳朵听一听这首歌 同学会 这些日子怎么过 爱过恨过 结果昨天遵守 抬板了一只手机 搭配酒的口机 问题是 三天没有想过一通 记得当年我们哪里想说不听 如今Jap有孩子结了婚 Ross看破工程 我的同学 我的同学不再是同学 是孩子的蝶 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 满腹吃喝拉撒睡 Andy忙着玩股票 请那保险又一套 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 只有老师没改变 看看现在每一天 都要努力冲向前 我冲向前 记得当年我们哪里想说不听 如今Jap有孩子结了婚 Ross看破工程 我的同学不再是同学 是孩子的蝶 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 反复吃喝拉撒睡 Andy忙着玩股票 请那保险又一套 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 只有老师没改变 我的同学不再是同学 是孩子的蝶 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 反复吃喝拉撒睡 Kevin忙着拍广告 Andy推销猫拍标 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 只有老师没改变 对到我们这个岁数同学会要是老师还活着的话也应该改变蛮多了 我们其实看过很多老师他对于职场的爱对学生的爱 还有工作的热爱 那个是很令人动容的 像我自己也有很多恩师虽然不常见 但是总是会透过校友的一些分享 他说那个老师还在学校 常提起你啊 我说他讲我好的还是坏的 我还有一个老师大家都认识的 就是蔡康永 蔡康永哥在那个时候从美国刚学成归国 还没有上荧光幕 他就是一个老师 这么多年你看他还去买我的CD 他还是像照顾那个五专的小黄子娇的那种爱 所以我是说老师没改变了 对内在是不会变的 对对对 外在可能会改变 好今天的来宾是黄子娇 这张新专辑中间也出了一个小状况 就是版权购买的过程里面 有一首歌居然搞不定 我们其实在过去那个哈日鼎盛的时代 已经碰过无数次的软钉子 因为早期台湾跟日本是没有著作权相关的合约 所以台湾的翻唱 都乱搞 全部都没有授权 一毛钱没付过 黑名单啊 所以我觉得日本的唱片公司应该心存借地 是啊是啊 后来大概在80年代后期 总算台湾跟日本中间签订了著作权互惠的条约 不能再随便乱翻唱了 但是一旦要照规矩来 就得照规矩来 当然 所以有一首歌本来要放进去 后来放不进去 对 当时其实非常的难受 因为我们都录好了 应该是说我们因事有付钱 也买了 到最后一刻 好险我们发觉 买错了 买错了 日文的原曲少了一个字 我们买到另外一首 买到另外一首歌 超级乌龙 可是老实讲 老天也是帮忙的 OK 假设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鸦片了 那不就全部销毁吗 哇 我们是在交母带的前一两天 有一个人突然间发现 奇怪 付错钱了 居然发现了 那那边当然也收了 因为少一个字真有那首歌 对对对 反正那个名字日文很长 对方也没有check你 是不是同一首 对 人家没有听 只看名字就付了 是是是 所以终于我们就可以把母带 赶快撤回 拉掉那一首歌 哦 然后重新再去找真正主人 结果对方说不卖 哦 哇哦 真正主人说不卖 不卖 不卖 所以我们只能就赶快拉掉 就是得拉掉 可是我们那时候只能安慰自己说 假设我们的印刷也印了 CD压好了 都出货了 对 你看那是多大的灾难 是啊 惨了那就惨大了 回收 对 还好哦 不幸中的大幸 不幸中的大幸 没错 而且也因为这样才有了 跟五月天一起做的那首歌嘛 他们马上义勇助阵 从来没有跟五月天合作 可以这么快拿到东西的 你知道这也是巧合 假设他们那个演唱会 因为他们那时候刚好 只差大概一周吧 如果是某一个timing 才发生这个新闻 他们才看到 他们不可能有空 根本没空 对 因此很多都是很明明中 而且我跟阿信在约莫 十几二十年前 Messenger的时代 我们 我曾经跟他们要过一首歌 是 他给我了 结果就如同前面讲的 那一次的专辑呢 也是无疾而终 当时阿信卖给我的那首歌 我也不记得了 有没有他们拿回去自己唱会 他转卖给别人 我也不 不确定 我恨不出来 那已经是十几二十年 Messenger的年代 是是是 对 后来我就想说 也许 我必须很明明中的 用天意的角度去想 我跟阿信有一个 没有完成的合作 是 出现在2018 好悬呢 好悬呢 因为我那么多次开案 我没有跟其他人要过歌 就是阿信 了解 诡异 反正这个事最后还是圆了 对啦 对 这个歌后来也数位上架了 是 在一月份的时候 只是CD里就是没有 来不及收到专辑里面了 这首歌的原曲 我们背景刚刚一直在播 原曲是1990年 小川贩子的作品 看起来日文的意思应该是 睡不着的木偶是不是 所以少了哪个字啊 你买错了 不知道耶 那个 我不可考 我告诉你 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翻白眼都来不及了 你不要告诉我全部的故事 我不想听 了解 但本来那个人不卖 最后还是卖了 就是中间有很多的 比如说环球版全部 比如说艾贝克斯的长官 然后呢 包括我们的制作人李老师 他是Muster的董事长 对对对 各方面的去 去 去 是是是 当然到李念何老师 然后再多付几万块 再多付一点钱 明白明白 所以到一月份才问事 哎呀 真是不简单 不简单 这首歌叫做《你像风》 听听这首歌 回头我们跟黄子娇继续聊 这张新专辑 还有她的音乐人生 我们好像很多事可以问她 飞向你一个国度去 这是我伤心 痛得想毁灭自己 她说你还太年轻 不会认真弯弯而已 怪之怪 爱你 爱得太用力 你就像风吹乱我的 发伤 护着离去 只留给我一阵回忆 你像风人心的 说来就来 说去就去 不留给我一丝痕迹 好想在游戏 摆不我随你高兴 我除了伤心 还有点满怨你 你像风轻双风 偶尔又狂的夏日 好歹让我知道原因 是我的错 是我不该追求 何必靠近 又抛下别离 也许你已经远行 飞向你一个国度去 这是我伤心 痛得想毁灭自己 她说你还太年轻 不会认真弯弯而已 怪之怪 爱你 爱得太用力 是我的错 是我不该追求 何必靠近 又抛下别离 也许你已经远行 飞向你一个国度去 这是我伤心 痛得想毁灭自己 她说你还太年轻 不会认真弯弯而已 怪之怪 爱你 爱得太用力 你现在收听的是 原著民族广播电台 阿里亚96.3 我是你的好朋友 许如云 阿里亚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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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亚96.4 一起唱 一起唱 你爱不担的唱 无痛的唱 阿里亚 窩海洋 我和人 没有老师 可以遥远你更深 耳朵借我 马世芳制作主持 今天和我回家 我最亲爱的朋友 窗外已被不觉 如果始终 说不出口 爱情 怎样才能确定 我欲以欢休 怕得到不是理想中的结果 我怕不能承受 惶恐是错 言不由衷 表示对你 真的好在意 可是我欲以欢休 在原地不懂 不许怕说了不能回首 是怕爱难留 如果可以 真情不易 天地有什么更美丽 我是否可以 满足你对爱理想中的伴侣 我一直 我一直怀疑 惶恐是错 我言不由补 言不由衷 言不由衷 表示对你 真的好在意 所以不必考虑差距 我一定为你努力 只求能一切 只求能一切 柳暗花鸣 洗手向前行 真情不已 Zither Harp 我的所有 是否足够 就怕你有的 就怕你有的 你有的比我多 我是否可以 满足你对爱理想中的伴侣 我一直怀疑 惶恐是错 言不由衷 表示着对你 真的好在意 可是我欲欲欢休 在原地不懂 不是怕说了不能回首 是怕爱难留 言不由衷 是怕爱难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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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言不由衷 要是不说 我觉得很多人 可能听不出来 这首歌是谁唱的 这首歌的主唱是黄子焦 收入在他最近发行的 新专辑Life and Life 欢迎回到耳朵借我节目 我是马仕芳 今天我们跟焦焦 在聊他的这张新专辑 这个对啊 唱歌的声音 跟讲话的声音 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们访问过 很多的歌手也知道 对 那我们在前段节目 有聊到 你做这张专辑的过程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口气去唱这些歌 也都是有拿捏过的 对 因为这些歌 因为旋律都很漂亮 是属于90年代的流行曲 刚那个歌 原曲也是来自 泡沫经济时代的日本 1994年 原唱人是齐腾有贵天 我小时候看 Orange Road的动画主题曲 是他唱的吧 他唱过 他其实是演员主要是 对 但他也出了一些唱片 然后我都觉得蛮好听 而且他会写歌词 他是文青 文青妹 没错 玉女文青 好 刚才讲到唱歌的表情 这个事 老师讲我在录音师的时候 非常的痛苦 痛苦 因为老师会有他的想象 那我的制作人 分成好几组 有的呢 跟我年纪差不多 有的比我年纪长 有的非常年轻 然后配唱老师也是 对 有的甚至自己也是歌手出身 乐团出身 古浩就是很厉害的歌手 对 然后这个王爷也是乐团的 是的 010也出过唱片 那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甚至到后来的阿信怪兽 帮我配唱 世杰 有的人呢 希望你抖音 有的人呢 要你别抖 那我就只能在录音室捶墙壁 翻白眼 各种的 甚至当然还有一些沟通 听老师讲 是真的很痛苦 因为假设这些歌我在90年代 我在家里面就录过了 我等于就是我的配唱老师 对 我等于就是我的制作人 我已经对这些歌有一些想象 对 所以花了很长的时间沟通 那最后我们有一些大方向 是 比如说不要太洒沟穴 不要太浮夸 但还是要尽量保有一点点辨识度 我很反骨 像你现在听到原曲 它也是淡淡的 对 在那个 比如说小适者在家组啊 或各种洒沟穴的年代 我就是会找一些冷门的歌手 或者像小川贩子 其实也很冷门 对对对 我就是会去挖这些东西 在下班的时候听 然后在我自己的节目分享 可是我想 大家都很清楚 我不太可能在超级新颖天里面 讲这个事情 是的 我们一上去就得要嬉笑怒骂 嬉皮笑脸 甚至过吵 让观众不开心 让导播封杀我 哇 你以为我乐意吗 我巴不得每天跟你分享这些东西 是是 可是人生走到那条路 我还是得尽量做什么像什么 嗯 所以我很开心在这样子的年纪 我终于可以聊 二十几年前的我 喜欢的东西 是是 这样的歌用那样的口气唱就对了 对啊 不太适合太夸张 没错 呃 在音乐上 因为全台湾的人都认识你 嗯 但是没有人知道你作为一个演唱人 嗯 那个角色要怎么去理解他 对对对 你必须去重新reset 是 创造一个歌手黄子娇的角色 是的 呃 这个事情其实会跟唱片的ANR有很大的关系 嗯 好我们要再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ANR是什么意思 这次你合作的统筹 嗯 是鼎鼎大名的何其红 对 一开始其实没有何老师这个角色 OK 当年因为我自己有很多意见嘛 嗯 那成本公司有一些企划人员可能越来越头痛了 哦 开始有点不太好沟通了 哈哈哈 他们知道我跟何老师有私交 哦 并且我们都是疯狂的发烧友爱音乐 嗯嗯 也是走过那个时代的人 嗯 他甚至更早哦 嗯 因此他们就突发奇想说 何老师愿不愿接这个案子 哦 一旦接这个案子 他就得要延后他年度旅游的时光 是 他总会去日本混个三四个月 哦 那为了我要改机票 哦 那在我听歌会之后他才出去玩 哦 呃 痛调非常的合 嗯 而且我很开心很骄傲的告诉大家 即使他是一个重度的哈日族 嗯 但他也没有听过言不由衷 他也没有听过米香风 OK 他崩溃了 原来他他他漏过了小川贩子 哦 漏过了奇藤游贵 哦 原来他们是能唱歌的90年代 他也是在2018跟着各位 把他当新歌在听的 是 所以这是我想做的 就是我们能不能捞出一些什么 嗯 在那个时候 张学友已经翻唱了好多 对 金瑞友已经翻唱了好多 原来还有一些歌是何老师也漏掉的 是 我觉得这个特别爽 哈哈哈哈 我们要讲解一下 A&R的工作是要做什么 哇 他要去想包括专辑的title 包括整个策略 包括可能甚至连MV的设定 包装的设定 要找谁来设计 拍MV做导演 嗯 然后我们专辑的宗旨是什么 要要这个艺人的形象 嗯 印象的format 嗯 要不要改变呢 还是赵黄子教原来的样子呢 哦 他们要去做一个通盘的设定 是是 这件事情我自己是认为啊 90年代是做的最好的 嗯 那个时候赵传有一个设定 对 周华健有一个设定 是 黄英英有一个设定 小虎队 红孩儿有不同的设定 是 我觉得到后来这几年 因为Indie的音乐兴起 嗯 还有很多新人 嗯 基于一个圆梦的理由 嗯 大家都拼命的出片 嗯 因为我自己在 听歌的时候 我常常会confuse 这张专辑跟那张专辑 到底有什么差别 哦 那这个歌手为什么要唱歌 我觉得有些A&R的角色被淡化了 嗯 这是我自己很紧张的事情 哦 嗯 这个角色要是能够发挥作用的话 它可以让听众知道 这个歌手的个性是什么 对 快速的进入 是 并且让你有选择 嗯 所以当你是个loser 你就听赵传 你会得到能量嘛 嗯嗯嗯 就是这种感觉 对对对 然后摇滚的爆发 让你发泄 那个时候当然没有loser 这个名词 但是很清楚的回头一看 才发觉 哇 那个时候的A&R太厉害 那都会你就想到陈书华 对对 想到林一连 这个滚石出陈书华 飞蝶就出一个林一连 就跟你打 是是 很好玩的设定 对 你可以在市场上轻易的找到你想听的歌 或者说适合你的歌 没错 没错 所以我后来觉得 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去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必须很心虚的告诉你 我也不知道谁要听我的歌 为什么要听 所以我们必须要成立一个故事 嗯嗯嗯嗯 去塑造一个感觉 是是是 比如说老派 比如说哈日族 哦 那么这些人可能可以回头来买CD了 嗯嗯 是你们回来的时候了 了解 嗯嗯 这就是这个专辑的故事 对 要告诉大家的沟通的一个故事 因为太多的专辑 我必须讲就是单曲单曲单曲 然后漂亮的封面 嗯嗯 可是我不知道你到底要唱给谁听 嗯嗯嗯 或是我为什么要听 嗯嗯 我其实觉得很替他们担心 就其实音乐都不错 嗯嗯嗯 可是我为什么要听 嗯嗯 谁来听 是 所以那时候我在开案的时候 我有很多这类型的思考 在群组里面 嗯嗯嗯嗯 他们一定很崩溃 你自己要先把这事你想清楚 对我要想清楚 因为这是你的角色设定啊 对对对 就是我刚刚讲这个角色是很很特别的 我要转换 但是弄不好又会很尴尬 嗯 我也不想变成太太太邪趣 是的 所以很多人在第一时间真的崩溃吓一跳 好 原来你的歌是认真的 是认真在唱的 对 他他不是帅哥美女综艺团2.0 对 也不是神玉玲歌 或者是什么 叛典的那种 对潮兰都不是哦 对对对 不是不是 所以 要重新让大家接受 这个角色设定的黄子娇 我觉得也是差不多到这个 这个时期 大家可以接受了 因为 我觉得大家都认识你 而且知道 哦原来你不只是我们在电视荧幕里看到的那个嬉笑怒骂的样子而已 在私下的工作啊什么 然后业界对你的评价 很多人生的故事啊 大家都知道了 是 那现在再来唱这些歌我们就觉得 哦对 这里面是有厚度的 是有历练的 就有说服力了 嗯嗯嗯 要不然你说 90年代初期20多岁 好像不太行 屁还兮兮的唱 对 好像不行 所以我我这后来真的觉得是天意了 嗯这个等待也非常非常非常煎熬 嗯 嗯嗯 也不是我乐见的嗯嗯 很多人说你干嘛这个时候出片啊 我说我也希望是1988呀 是是没错没错 我也希望是1993好不好 是的 所以我我认为有有些时候也许听众朋友也也也也都在煎熬等待中嗯 或许答案是在不远处嗯嗯 或是30年后嗯 可怕 对音乐上这张专辑的处理手工是很细致的啊 嗯当然 每一位合作的制作人跟你都必须要达到那个共识 对 才知道怎么把这个事情做对 做得太过头了 对 或做得不够了也都不行 没错确实在我们有些歌的编曲啊 是收敛的嗯 本来过头了嗯 后来开始去掉这个去掉那个 哦 有有过有过踩刹车的时候 嗯嗯嗯 我们现在被你听到这首歌来自许志安演唱的安全感 这首歌的原始版本是在1997年 已经算相对接近了 相对稍微新一点 相对相对 22年前的歌 然后佼佼在这张专辑做了 重新拿回来 对 重新的诠释啊 那我们先听下许志安的原版 好 是这是台湾流行音乐生意最好做的 对真的 那时候随便出货忙不停啊工厂 对对 要是那会儿佼佼出了专辑 你刚说五万张太保险了 真的哦 我觉得你那个时候的社会声量 OK 八万到十万应该是可以的 了解了解 要是有个hit的歌的话 应该是OK 不难 而且说真的那个年代八万到十万还好啦 对都还算是卖不好的唱片了 可能公司会给你第二张啦 有机会啦 可是就像我讲的 也许我就得要骗自己去唱一些子约之类的歌 我其实没有办法 我真的不想骗自己 我懂我懂 好啦 等到了2018年年底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唱一个对得起真正的自己的歌了 这么说吧 我觉得有点精神分裂 在超级星期天里面每一集我都有一首每周一曲的小短剧 当年翻唱的用心良苦啊 跟献哥在那互相折磨啊 是 跟陈淑华一起表演那个明明白白 我的心我眼成龙 就网路上都有 是是是 我其实不排斥 可是一旦你要我做唱片 是 OK 那就不是综艺的事情了 对 我就有一种这样子的病态的坚持 病态的坚持 你的理想也许你早已经释怀 我的包袱却不能因爱而懈怠 难免我忘了回头看你不爱你吗 不是不爱是期待结局更圆满 你的担忍 你的担忍让你失去了安全感 我的付出总要等我了无遗憾 难免我忘了回头停留不爱你吗 不是不爱不算悲哀 不要把等待看作伤害 有了你 我走得很实在 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也因此更明白 好吧 再走段路 再陪你一会 我走得走 我走得很悲哀 我走得很激烈 我走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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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局更圆满 你的胆然让你失去了安全感 我的付出中要等我了无遗憾 难免我忘了回头停留 不爱你吗 不是不爱不算悲哀 不要把等待看作伤害 你的胆然让你失去了安全感 我的付出中要等我了无遗憾 难免我忘了回头停留 不爱你吗 不是不爱不算悲哀 不要把等待看作伤害 爱丽亚 96.3 欢迎回到FM96.3 阿丽亚原住民族广播电台耳朵借我节目 我是马世芳 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二晚上六点到八点播出 今天的来宾是黄子娇娇娇 这张新专辑Live and Life 让我们等了三十年 终于圆了这个梦 这个后面当然小燕姐屡次把这个事情推到完成的那个阶段 然后就事又黄了 这个很多阶段 像最早的时候是苗姐 那个时候小燕姐跟苗姐做了小虎队 那个时候真的随便拿一点零投投资我 都很easy 确实我在那个粉丝俱乐部的会刊里面 被我的老粉丝找出来的一段文字 我找到了 对 那个时候我跟他们开心的宣布 我要出唱片了 苗姐同意了 我跟妳讲苗姐跑都跑不掉 1993的证据 那个所谓的歌迷俱乐部 影迷俱乐部的会刊 留到现在 白纸黑字 后来就有包括我刚刚讲辛苦的彭先生 然后陈志远老师 然后到最后还是让我的30年的老板小燕姐 帮我处理的这样专辑 还是蛮有趣的缘分 好小燕姐这次怎么帮你 然后你们是怎么沟通 我觉得我跟她一直以来 跟各位的想象是略有不同的 我们很少聊天 很少讲话 但她大概知道我要干嘛 那么像这个作品在2017那时候 曾经一度开案 后来公司卖掉 她亲自跟我讲这个噩耗 当然我绝对不可能去有任何的情绪 因为我知道小燕姐也辛苦了 她该休息 到18年的时候 我生日 她到我的直播节目交心食堂 当神秘嘉宾 带了一个假黑胶 当礼物 她告诉我说 她当了直播的观众说 你放心 专辑的是我有在处理 真的 但我告诉你 我是不相信的 你不相信 因为我已经狼来的喊了很多次 不是我 不是我讨厌小燕姐 而是我对于我的人生的 这样子的宿命 我已经死心了 就像我刚刚讲 我差不多要放弃了 再过一阵子 突然间 公司的同仁约我开会 我才半信半疑的 觉得好像有机会了 然后就是年底的发片 2018 所以其实有一个小转折 在整个18年 是 所以整个企划reboot 而且跟17年的企划 听起来又不太一样 是啊 因为就说那些人都遣散了 原来的团队整个打掉 从来 所以专辑做完了 小燕姐听了 给了你什么意见 我还真没问她 你还没问她 其实我们就是 我这么说吧 反正我录的东西 她一定会听 她一定会有她的意见 但我也一定有我的坚持 她也有她的排序 何启宏老师也有她的排序 我当然也有我的排序 反正最后呢 都听她的 她想怎么排 她想打什么歌 其实我从她选了朱大哥 我大概就知道 她喜欢什么歌 你现在说的是小燕 还是小燕姐 小燕姐 何老师呢 跟我比较像 我们比较变态 像言不由衷 何老师一录完之后 她就崩溃了 她说一定要打这一手 本来我们是打 类似陪你淋雨 安全感 好safe 可是我心里有数 言不由衷真的不能打 她适合静静的 关起灯 关起手机听歌 OK 她不适合在电视上 或电台广告里面 好像给你来个15秒 我觉得那是不对的 因为你在那个最前线 你有感应的 我知道那个歌很棒 可是我不觉得她 果然小燕姐就没有 选言不由衷 OK 所以我觉得我很有趣 我好像像一个心理学家 看看何老师想干嘛 小燕姐想干嘛 然后我就把我自己的心得 藏得比较深 是 但是有一些验证 很有趣 怎么个验证法 就像小燕姐选了一些歌 确实是很像传统唱片人 会支持的 但那是对的 因为毕竟她还是要面向市场 是 我常常讲说 我想做一张 不随波逐流 但也不孤方自赏 的作品 嗯 嗯 嗯 里面有些歌 真的是比较孤方自赏 那就不要打 你觉得专辑里面 最孤方自赏 是什么歌 就是言不由衷啊 还有这首啊 一颗心只能给一个人 对 它非常类型化嘛 嗯 所以就不易 果然小燕姐的四波 所谓的传统唱片公司的台序啊 是 真没有这两首 但我自己很爱 就是一种验证 跟一种实验啊 没错 对啦 其实最好的流行歌曲 就是你刚刚说的 这两个 这两个判准 它既不能孤方自赏 也不能随波逐流 哦 有些歌其实是靠随波逐流 你知道那种洗脑神曲 有一个阶段 哦 那韩戏 然后repeat repeat那种 也是啦 好吧 不是你看以前有一些歌 它可以接的 某歌手的歌可以 就是它那个走法 它的和弦进行是同一套的 对 走法 讲难言就是copy来copy去 然后每一首歌都大卖 有没有 有有有 那是那个年头了 那个年头了 我这歌都来自那个年头 但比较不像 略为不像 好 其实说孤方自赏也没那么孤方自赏 都是好听的流行曲啊 他们原来在他们所诞生的时代 我讲一个画面给你新分享 ok ok 就是说像言不由衷当时我们第一个拷贝出来的时候 我是在家里面躺在地上听的 我把眼睛并起来 我躺在地上听言不由衷 我觉得这个画面对现代人来讲非常难 躺在地上听 放下手机 放下电视 ok 任何东西都不要碰 你就是闭上眼睛听言不由衷 我希望他是这种感觉 我自己是用这种方式 所以我觉得 很难啊 所以别打别打 就孤方自赏好了 就躺在地上就好了 在这次的相关的采访有提到 你听到 这个刚刚做好的编曲的第一首歌 就是这首编曲让我哭 就是言不由衷 因为我本来就好喜欢他原来的调调 刚刚您也播过《奇藤油柜》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次的团队非常的棒 他们也有一种新的做法 然后这是属于我的编曲 不再是我年轻的时候 拿《奇藤油柜》的卡拉来唱 那感觉真爽 那爽之后就是被崩 我懂 是 就那个百感交集 百感交集 太可怕了 那个等待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都是几岁的 那三十年嘛 你想想看 如果你渴望一碗牛肉面 三十年后才吃到 那是什么感觉 你闻到味道就哭了 真的 妈妈的味道 对不对 熟悉的妈妈的味道 三十年你再次闻到 真的 哭了 这样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确实是会哭的 真的 好 我们今天的来宾是黄子娇 我们接下来就听听看专辑里面另外一首 他说比较孤芳自上的歌 我觉得很好听啊 没有问题啦 不过好啦 有类型话音语来说的话 这首歌有很谣的吉他前奏 这个吉他前奏 对 这个吉他手 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开玩笑的 对 大神 倪芳来老师 对 大师 对 You're the only one So don't cry my heart You're the only one 一颗心只能给一个人 从不曾问起一个问题 你的身边是否有伴侣 我害怕自己变成所谓的第三者 我不想做 我会远走 从不曾问起你的过去 流传的是非是否可惜 可是不关心 好像爱的不彻底 但又担心答案伤了自己 耀眼永远过真 我会为自己的傻心疼 耀眼不是真 你所受的委屈 我也会心疼 但爱也更深 当然我可以回到 爱我的人身边 假装没发生 和你的缘分 不原谅破坏规则的人 当然我心里 最想留在你的身边 可是可怕的是非 你的我无路可对 You're the only one So don't cry my heart You're the only one You're the only one 一颗心只能给一个人 从不曾问起你的过去 流传的是非是否可惜 可是不关心 好像爱的不彻底 但又担心答案伤了自己 Zither Harp 我会为自己的傻心疼 耀眼不是真 你所受的委屈 我也会心疼 但爱也更深 当然我可以回到 爱我的人身边 假装没发生 和你的缘分 永远当我坏规则的人 当然我心里 最想留在你的身边 可是可怕的是非 可是可怕的是非 你的我无路可对 你自这一位 所以那种不给你 所以不记得我生 你自这一位 一颗心只能给一个人 我的心只能给一个人 这首歌 一颗心只能给一个人 最后这段环境是什么 它有点情境 编剧老师觉得 好像我应该就是上车走人 所以有车门关起来 我喜欢玩这种 应该是说 我没有希望老师一定要这么做 但是我自己在早期的自制专辑的时候 我常常用一些音效做过场 你自己会做音效 我非常喜欢 我甚至 我必须讲是受到盲与盲专辑的影响 B面中间有一段组曲 然后我就自己在早年会拿Walkman 去录计程车的声音 车水马龙的声音 麦当劳点餐的声音 我的自制专辑其实是很有趣的概念专辑 因为我没有包袱 没想到这次的老师们 也都有一些异曲同工的想象 我觉得这也是缘分吧 把画面感带出来了 交交入行三十年了 我们同辈人其实走到人生这个阶段 多多少少经历过一些江湖风雨 但是也多多少少活出了自己的心得跟想法 我常看报道里面 你有一屋子的唱片 而且不只是唱片 还有各种各样的收藏 对不对 然后我开车场会听你的节目 也是病胎 对你的节目常常就会有 附带送听众一些出清的CD 但我一边听边想 你这种送的速度 应该也没办法帮助你减轻负担吧 是啊 那么听不完 所以你CD到底怎么分类啊 ABC 照英文字母 还有注音符号 OK 那碰到是日本的怎么办 另外有一区是日文区 就是它是用日文的评价名 做团名或艺人名字的 那是单独一区 不那很多啦 多半都还是有拼音什么的 那这个在面对那么巨大的量体的时候 我现在就有一个状况是 当然我的量没有 远远远远远远没有你那么多 但是已经发生一个状况之后 我发现前一阵子跟朋友聊天啊 说当时自己买的CD 真的有不少 可能二十几年都没有再拿出来听过 是的 当然 但是也舍不得扔掉 对对 我认为这个不需要扔啊 因为我发生过很多次 有些歌手他会 重申 比如说像罗文玉嘛 以前是R.E.R.O.的成员 或者说像那个 孤单北半球 那个欧德阳 其实是神伟杰 他曾经跟任杰林出过合集 类似这种 就是你会发现有许多 有趣的回忆 好险没丢啊 拿出来做一些整合很有趣的 你在工作的 因为你一直还在广播节目 所以你一直有机会还可以把这些 本来乘风的东西 又可以再拿出来跟他一起分享 温习啊 这样就还不错 至少资产可以有机会活化 对 就是他不是一个死的资产 他是对我做工作来讲 包括有的时候会拿一些绝版的CD出来 下一下现在当红的一些艺人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过去吗 黑历史在这里 对黑历史 好CD是这样 那杂志你会留吗 留 那这样听起来应该也是有惊人的库存 应该是这样讲 杂志我会留一些我想留的 但是我必须讲有很多 可能18年前我还没有看完的 我也没丢 多一在那等着被我翻阅 我跟你讲杂志的问题跟CD不一样 CD好歹你知道这是谁的歌 对 然后里面有什么东西 对 还可以 但是杂志你放在一起只有书背啊 你怎么知道什么东西在哪里 我有些会用简报撕下来的方式 OKOK 有些会折角 就是当我这本整本都没丢的时候 我会把一些专题我喜欢的 我折起来 老实说了 拿出来再看的几率是零啦 可是就是一种眷恋 没办法 OK 宁可有 因为有些资料连网路上都不见得是正确的 像有我喜欢太空时代的一些音响的那种专题 日本人就特别会搞这个1970个什么型号 对对对 网路上完全找不到正确的或完整的 真的 网路上尤其关于中文流行音乐历史的资料 也是没有 错漏百出 对啊 维基百科 哇 我做节目的时候最有感触 我们的小朋友们啊 编剧呢 总是会复制贴上 对 都会被我念 我说你都没有查证 刘文正怎么在2003还有出片呢 那应该是精选或复科吧 绝对的 他还真以为是刘文正新专辑呢 2003对于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来说 就是古时候 对了对了 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觉得查证是必须的 那很遗憾他们在网路上 即使想要查证都未必找得到答案 一个人的力量能做的有限啦 但至少自己在这个座位上 面对这支麦克风说出去的东西 对对对 都要太离谱吗 没错 我常常在讲就是说 就像我刚刚讲当歌手这件事情 我一直在思考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歌手 比如说就是那一句话 做什么要尽量像什么 我当然不可能唱得跟JJ一样 一辈子都不可能 但是我尽量不要让你看穿我的紧张 或是看穿我的没自信 那做主持的时候 当然也要做出那个样子 是是 做广播要做广播的样子 我尽量做到这一切啦 你见过这么多大场面 你现在在上台之前还会紧张吗 有些地方会哦 也跟大场面无关 有一些相对不熟悉的领域 像偶尔我们会接到一些工作 偏偏我又很爱接 像设计圈的啦 经典设计奖 它是在三金之外的另外一金 对设计圈来讲很重要 我敢接 我就想要去尝试看看 那事前功课就要做得更 当然他们给的资料也不错 是 但主要是你上台之后台下的人的表情是什么 他们会用什么角度 我上一届的主持人是一个设计圈的大佬 这一届突然间变成黄紫胶 你要怎么去征服他们 这个是最紧张的 上场的第一段话要定掉了 你要怎么去让他们相信你可以 这个是最难的 然后还可以续托明年再来 很过瘾 这个过程很刺激 但也很紧张 那肯定是 因为那是陌生的水域 对啊 然后你要征服的对象 不是台下的娱乐记者 对 你要征服的是世界级的设计师 哇哦 身责职人 哇哦 他透过翻译 他听不听得懂你在干嘛 是 他根本不知道你是谁啊 对对对 这种感觉很爽 确实是这样 而且你知道 像我们在做经典设计讲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设计师的名字 哇 其实小时候我就买过他设计的CD啊 其实他们都是也是跨界嘛 当然当然 对对对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体验啊 对 场地不在大小 其实有时候往往越小的场子 越容易紧张 歌手也都说小场子唱起来 比较比大场子难唱 对对对 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 嗯 而且那个台下的结构 哦 对 那种东西是相对不熟悉的 嗯 那我还是老话一句 就偏偏我这个人有点病态 我又很喜欢去挑战这些东西 就是我自己都觉得我有病 就是跨界跨界 跨到后来好像变成是一种自我的修炼 哦 还有就是尽量不要原地踏步 嗯 我很怕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不停要给自己功课 给自己找麻烦 对 嗯 给自己找麻烦 其实到我们这岁数 很多人是很有条件 对 舒舒服服 轻轻松松松 没错没错 事情简简单的做嘛 是啊 也不会赚不到钱 也不会过不了日子 也不会缺成就感 对啊 周边的人都捧着你的 像 嗯 其实我必须讲像尤其是经典奖 我可能就有一种自虐的倾向吧 嗯 就觉得不要再做重复的东西 嗯 这个事情是必须要持续的给自己警醒 个性吧 个性 我认为重复的去做事也没问题的 就像很多的工业环境都要有作业员 他们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是 很了不起啊 很难啊 如果你今天每一集来宾都是我 你也崩溃啊 很难对不对 还好 我觉得要是每集都是你 我们应该可以做三年的内容都不重复 可以聊很多 应该OK 谢谢你抬起我 我也没那么厉害 但这样的个性里面有一部分是始终缺乏安全感的 也许吧 也许就是觉得如果手上只有一张牌 会不会不够用 嗯 那确实在某一个阶段 我的荧光幕的露出消失了 嗯 但我却可以去做设 嗯 我就可以去开公关公司 是 我可以去做潮牌 嗯 那其实那也都是在更前几年的一些累积吧 嗯 嗯 那别人觉得你可以了 嗯 所以我 我当时没有演艺事业 我却可以去做潮流 嗯 可以去办展览 嗯 我想这也是我 可能跨界的 叫兔三哭 嗯 所换来的 是 也不错 是 因为我们在演艺圈看到很多艺人 他的 在低潮的时候 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嗯 对 那老实讲 我必须说 也许你没有累积太多别的资源 对 导致你就失去了全世界 你以为的全世界 是 很可怜 其实 对 而且说起来 可怜是因为也 这个行业没有人会教你 对对对 这件事情 没有人会教你失败 没有人会教你不红了怎么办 没错 所以很多人趁着赚钱 会想到这个 但也只会开餐厅 对 更快的把钱赔光而已 好像只会这样子 对 马上做一个餐饮 可是其实还有很多事情 你可以提早的去累积 有点像买保险 买保险 对对 在设计圈交几个朋友 艺术圈交几个朋友 挺好的 真的 这蛮重要的 对 咱们做这一行是没有退休金的 对呀 一切都要靠自己 是不是 所以像这次发片 好多朋友 比如说认购我的CD 你就会发现 有的是演艺圈的 就突然间冒出一个什么 文创界的设计师 哇也买了 也买了三十几张 那很感动 很感动 他们真的不是娱乐圈的 我甚至怀疑他们平常 到底我们在听流行音乐 因为他们各忙各的嘛 就是 那这些累积都让我认为 这一切都值得了 这张感觉确实是让 我们这个岁数的听众 听了会觉得挺温暖的 一张唱片 这个是有达到 就是你刚刚讲的一个故事 谢谢 对 确实是这样 今天跟焦焦聊很多 总觉得还有很多 可以继续聊 不过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两个小时一下就过去了 好 那就最后再问你一下 就是走到这个阶段 你觉得现在对自己来说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总是要排一些 排ority吗 当然当然 我们到了这个年纪 最重要的是对生命的一种热爱 因为第一个 很多事情会厌倦 会重复 第二个 开始要面临一些生离死别 是的 要珍惜每一天 包括我跟我狗狗也是 对 只不过几个月 它就站不起来了 那种那种 岁月的流逝 很值得珍惜 很值得 每一分每一秒 名利这个东西 当然也不错 可是好像更多的是情感的交流 所以到这个时候 我们共同的体会就是 所以你看 金钟奖广播金钟奖 我那么多年没得 我都一定要去跟你们见一面 我们入围了就来拍一张合照 得不得真的无所谓了 但是我们又凑在一块 一年见一次那个感觉 对对对 很像同学会嘛 对 各个不同台的坐在一起 我们几个入围者 彼此加油 谁得都随便啦 说真的是这样 是这样 那当然都你得啦 最后还来 合理合理 真的 体会就是说呢 到这个岁数呢 就是要珍惜对自己好的人 对 然后要珍惜我们还有机会 可以对别人好 对对对 不管是动物或是人类 真的是这样 一天一天都好好的过 好好记得浇花 真的 一个礼拜要浇一次很重要 以前我们所在乎的事情 现在就可以 很多都可以放下 挺棒的 对 懂得怎么把人生里的 重要的事情排次序 对对对 人生会越有机会 过得越丰富 同意 今天非常谢谢娇娇 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这张专辑 Live and Life 这是你上的最后一个 广播通告 对啊 谢谢这个耳朵界 我的听众 谢谢马芳 这个虽然其实挺累的 很多故事 讲了无数次 但我今天讲了很多 这一次训练期没提到的 挺好的 谢谢你的访问 哪里 谢谢你 当然这是你的第一张 个人战辑 不会是最后一张的 希望咯 我们期待再相会再聊 谢谢 我们今天收听的节目 叫耳朵借我 我是马芝芳 我们就下回再见咯 拜拜 最后听完这首歌 Perfect Life 都不如一个变化 我顺其自然 信心是诅咒 面对问题 多念一句 阿弥陀佛 别接一手 几手 寻不量 计划 再好 也会怕一通电话 我勇往之前 朝起时诅咒 走过 才懂滋味 酸甜的结果 美丽人生 Perfect Life Lucky Happy Perfect Life 我说话 直接不转弯 总有办法 远回来 幸福人生 Perfect Life Dreams Country Perfect Life 我个性 不利不依赖 成败 我自己承担 打口打口 吃饭 喝汽水 再保持运动 Always 减美 不减肥 有我唱卡拉 OK 谁怕 谁走在大街 还有心 他要我前沿 现在 我已拥有 Perfect Life 将来有个 Perfect Life 做一个 Perfect Family 每一个人 Proud of me 我已拥有 我的Dreams Come True Yeah You need Dreams Come True 做一个 Perfect Family Everybody So Happy 我已拥有 Perfect Life Jung Lay You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